好 接下來 這是我們前面跟你講過了 打點計時計算的圖可以做幾件事 可以讓你判斷它的運動的狀況 上面如果加數字可以做一些計算 這個像左邊它的打點計時器 上面這個顯示它越來越快 下面顯示它越來越慢 這叫做看圖 看點人 然後知道它的運動狀態 所以我們就問了這個題目 這個紙袋是由左向右拉 所以是向右邊拉動 然後打了四個圖出來 想請問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 這邊 這裡 誰是靜止不動的 這個圖裡面哪一張圖或是哪幾張圖 它是靜止不動的 它是沒有動的 請問 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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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是靜止不動的 1是靜止不動的 1是靜止不動的 因為它都打在頭的地方 所以它只有一個點 所以它靜止不動 請問你哪一個圖顯示它是做等速度運動的 哪一個圖是顯示它做等速度運動的 哪一個圖顯示它做等速度運動的 5 3 1 3 3 3 不錯 剛剛沒站起來吧 3 3的間隔都一樣 打點進去的Keyword是兩點之間的時間間隔一樣 時間間隔一樣 距離一樣 所以速度就是一樣 請問你這裡誰越來越快 注意 它是由左邊向右邊拉 由左向右拉 所以你要知道誰是第一個點 然後誰是越來越快 誰是越來越快 誰是越來越快 4 4 8 8 7 7 5 7 4 4 4 5 5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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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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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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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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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我的同學答案就選2 可是他選的原因是錯的 他選的原因是覺得這個呢 比較大 比這個來的 大 所以他就選擇的是2 錯 這個比較大 代表的是 速度比較快 同樣的時間間隔走的比較遠 不對 速度的變化量是要時間差 對不起速度差 我經過的時間速度 所以你要比較比較這個 這個間隔除出來的速度 前面一個間隔出來的速度 這兩個的差距 跟這邊的差距 誰比較大 然後呢上面的差距大 所以上面的 上面的加速度值會比較大 所以你應該是這樣子判斷的 而不是看那個間隔 答案應該是2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簡單的 簡單的一種題目 點出來 他的形狀 然後問你一些誰靜止啦 誰等數啦 誰越來越快 諸如此類的問題 很容易 就是打點靜止界的圖形 就這樣 OK嗎 OK